《语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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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到断头崖上拔起来的山 真的就像个古怪的废墟耶 真是历史变传说 传说变神话 银马说的有诅咒的废墟 说不准真的就在这丧魂爷里 怕是原初封石真就在废墟里 那记载里 长老在找原初的封石 经徽下记丧魂爷 估计正是来寻物的 就是不知道幽黄那头的人 会不会也来了 毕竟他和长老是同盟 小布点 于希 我总觉得这事有点不对 不管那齐长老是不是那几万年前 李广寨记载里的那个吧 就单说找东西的事儿吧 这几万年了还找不到丧魂野来吗 大海捞针 万载光阴里也不定能找到 但地脉流转 谁知道原初封石 是不是这会儿就搁浅了 我就和朝退石 才去赶海一个道理嘛 呃 这倒是 不过要是这么说的话 这山头式的废墟 得是个什么地方啊 能把地脉吸上来不成 喵 不是说丧魂野是 幻海中的孤岛吗 都和其他地方不连在一块了 怎么还一样塌方啊 丧魂野就和迷宫似的 银马给的地图太老了 很多地方都塌了 要么咱从这猎系下去看看 我看这图上标的方向差不多 怎么就觉得 尸鬼都是才死没多久的人变的 别说话了 顶住呼吸就闻不到了 我们要不 还是快点动手 早解决早呼吸 梁 依依 我们快穿过洞窟出去吧 嗯 快走快走 小不点 别捡这些死人骨头了 走 走了 这堆骨头里有张纸 是扶回标局的标票 莫非这些尸鬼是扶回标局的人 被异化了遍的 这生意居然都能做到这儿来 诶 那边有个箱子 莫非是他们押送的东西 于希 你们不会是真要开这箱子吧 我觉得扶回标局的箱子最好别开了吧 他们这标局简直运什么的都有 看看这会儿运标都运化荒来了 但是我很好奇 依依 睡不睡啊 对呀 鱼翅哥 来嘛 你去把那箱子打开了 就 就开一条缝 我们就从缝里开一眼 就一眼 直说要我开呗 宝梅的总是我 这一锁 我看看 这样就能开 诶 这石碑 咦 依依 这和还神山下我们见到的那种似乎是一样的 这石碑还有根系 啊 呃 依依觉得 觉得是吧 是的吧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诶 依依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好点了吗 怎么突然晕过去了 依依晕过去了 嗯 头好痛啊 鱼翅哥 你不会偷偷敲一一脑的了吧 我才没这么无聊呢 是你晕倒的时候那石碑正好碎了 砸在你脑袋上了 石碑碎了 那 那不该是传说中历代幽基的墓碑吗 难怪脑袋里又多了奇奇怪怪的画面 你看见了什么 风石 啊 对 好像就是在说原初的风石 还有古神的坟 古神的坟盈 对 这肯定是某代幽基记忆里的画荒的秘密吧 那声音是从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里传来的 有点像镜面 那东西很奇怪 还和五个 光果 连在一起 一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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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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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说了,咱是来去无宗的游火民族,哪能真住下呀 阿爹,你真就这辈子带着我过,不续闲吗? 你不喜欢引马寨主吗? 唉,你都长这么大了,阿爹就实话说了吧 你看咱头顶上霍苗颜色不一样,对吧? 这两代霍苗颜色不一样的,做阿爹的那个就不能续闲 啊?原来是这样吗? 其他大人都已经上废墟山了,大人们可真真是厉害 上来就熄了万年不灭的流火,那流火地也冰封了起来 看样子这回咱们族的诅咒是有救了 地儿了,各位大人,这... 唉,你们谁呀? 你一一大爷 哎呀妈呀,救命,快快,解决他们 你这眼神不好不是有没有光的问题吧 你照半天就照几盆花,这是看不起谁呢 几盆花,这是名魁 你怎么也眼神不好了,快先解决这种名魁 朱氏刚才的说法,他该是把我们当成九如塔后续跟来的增援了 九如塔的人这会儿怕是已经进废墟了 我们应该到数秒了 至于幽黄,想必是去找我好了 要是你撒打血就能看见他现在的样子 每回你们都错过 每每都是错过,那想必就是有缘无分了 对了,上回我醒来,九阴和白手死了 这次可有故人离开 没有,但时间的练习终极就胜利死别 你的故事还是走向原本的结局了 唉,是吧 但故事还没完,我还没有看见这次结局 不过想来也快了 唉,你每一次沉睡 回到黄幼六年都不可能改变结局 即便有时间力量的人进入 也无法扭转当日之事 他们的进入重启了那段时间 却也带回了时 因为过往难消 一切直与怨都是在时间中起源的 你也是看见的 我指的就是那重被浸染的时空 那是冥界中规则的力量 时间只是这规则中的一重维度 规则却在此之上 所以规则最终又将当年还原归真 所以只要还和冥界纠葛在一起 规则就无法被打破 这一切就无休止 你帮不了过去的你 我知道了 但我想再走一回 再看一次自己的结局 也不知道从这儿走的对不对 这密道弯弯绕绕的 诶 什么人 咱们跟过去看看 打起精神了 组长和九如塔严主都在里面 莫把什么不紧要的人给放进去了 看来穿过这里 应该就是咱们要去的地方了 靠得那么近很危险的 这火焰不会对我产生影响 真好 若我足有你这能耐 也不会变成这幅不人不鬼的模样 等我离开这里时 火焰会永远熄灭 你们再也不会承受异变的威胁 其实 当我意识到你真的可以熄灭这诅咒烈焰的那一刻 首先感受到的却不是解脱 而是恐惧 很可笑吧 一个被诽谤 被禁锢 被折磨了万年的种族 在面对自由时 居然会感到惶恐 你不必为此羞愧 稳定的生产方式 会令族群产生一定的路径依赖 这是原始生命体的正常反应 你 会要如何处置这地方 这不是交易的一部分 我只能回答你 当我们离开这里时 长久以来困扰你们的问题 将被彻底解决 就如塔炎君 谁 准备开始激活 请诸位履行交易 在我完成部署前 不要让任何人进入这里 黎光族 言出必行 和九如塔联手 你们打算彻底背弃 葬魂野之外的族人吗 族人 我们守在这儿的代价 就是世世代代承受诅咒 变成怪物 我们的先祖 自愿带走了那些可怕的记载 销毁了线索 当年追随他前来的 都是不足的真正的勇士 是 但可笑 如今我们却被认为是窃贼叛徒的后代 罢了 真假是非都过去了 谁也说不清楚 但我是我 族人是族人 我无法要求他们放下仇怨 而今 九如塔的人来了 他们说 能终结那废墟中的诅咒 但不能让任何人进入废墟 直到他们再度离开 他们确实做到了 那里诅咒的火焰 已不再涌动灼人的热浪 后方的土地更易冰封 我们需信守承诺 你们若要前往废墟 不妨等他们离开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小心风石聚合 会凝聚出巨大的邪物 花周遭为灰暗之境 他会回答你的问题 一旦他回答完 我自有办法 守住后方 别让他们过来 交给我们吧 请放心 李广族 言出必行 奉守承诺 致死方凶 我倒是有些相信 那凶罗说过的话了 祝愿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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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耻之为 岂敢羞辱于我 我可以放弃我的提问 但作为交换 请帮我拦住他们 该死 该死 今天支持我永世不忘 再等一会儿 这些散落的风石就会凝聚 原初风石也将重现 其实我挺好奇的 原初的风石到底有什么不同 原初风石与维系世界运转的规律有关 那我也想看看 你要和我抢东西吗 试试看嘛 结果怎么样 谁知道呢 一路 不就是 十轮遗轨 倒是出乎玉济 不过这也不是最初的风石 尉尺良,我們下次再見 玉...尉尺哥 阿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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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良